你好 大家好 又是我阿凡介紹美食的時候 今天去哪裡? 逐宇要來的龍寶 就是一間新開的龍寶 好,有網友告訴我,9月1日開張 今天決定來試試 因為已經隔了很多天,今天已經是9日 我到門口再跟大家慢慢聊 我現在未知哪裏進去 到門口再拍給大家看 進去坐下了 其實這間龍寶和深水寶那班差不多 這間也有優惠18.8的點心評判 亦有早茶5茶和下午茶的大優惠 都是這樣 因為我之前去龍寶吃過,都是一模一樣 這裏要加13,都是一模一樣 亦有大豬愛細豬,跟深水寶一模一樣 只是價錢好像我感覺上就貴一點 46.8 點心這裏就漂亮一點的 價錢就是這樣的 如果我們午時,小點15.8 中點20.8 大點23.8 特點27.8 頂點33.8 全部都要加13收費 其實龍寶我見網友有一間說加12 我可能覺得那間會比較便宜 其餘那些我聽說都是全部加13 這些點心有些甚麼呢 都幾多款式 所以我真的會慢慢拍攝給大家聽 因為龍寶有很多食物 我不能夠逐樣慢慢跟大家說 我會點完了,拍攝所有相片給大家看 我首先感覺上來到這裏的環境很好 冷氣夠 和平時的龍寶很up-up 不夠光猛 是完全兩回事 可能真是新開 因為網友就說這間是9月1號就開張了 那我現在就聞不到浸開張 我亦都感覺現在他都幾好 不會說人手不夠 還有進來我都沒甚麼說要等位 一進來就已經有位了 其實這裏都幾大廈 位置很充足 還有不需要坐桌 我覺得這件事是幾好 還有它有很多房間 我看到有點輕 都OK了 等些食物來再跟大家慢慢說吧 剛剛我在旁邊的桌子拿了一張 原來它有早晨的自選MARBEL 內選兩款26.8 A加B29.8 A加C30.8 還有這個早場午飯大特加 所以為何我們12點半 現在1點鐘左右 那些人都走跪了 正很多是不是 現在你聽不聽到 好靜啊 因為那些人都走光了 你看看 我旁邊的桌子已經沒有人了 應該是因為這裏他做街坊生意 第一 他還有 早上有優惠 那些人都走光了 現在一些東西來到 再跟大家慢慢談 這個是下午茶大優惠 茶魚花生豬骨粥 價值16.8 顧名思義 它的材料有茶魚 表面都看到 花生和豬骨 豬骨都給了幾多 有三四塊 就醃鹹了 但是肉不是很粗 都吃到一些鹹味 茶魚反而味道就吃不出 但是它都不是沒有 一幾匙都會看到有一兩片茶魚 花生都給了正常的份量 又不會太多又不會太少 說下竹底 竹底煮得很綿滑 米都煮得開花 它最糟糕就是不夠熱 它拿上來桌面的時候 已經是暖暖的了 份量也挺大 總括來說 它不是不好吃的 醃到的味道都夠鹹 還有夠味道 但是不會過濃 但是唯一不好的就是不夠熱 就說一說這個翡翠鮮蝦腸粉 就18.8元 首先看看腸粉 你看到蝦多大隻 我也不知道說什麼 我以為自己在叫小菜 如果18.8元 其實這裡要加13元 你大約約21-22元左右 如果計算加益 如果20多元 跟上次在佐敦食那間 星序謙比 那間是垃圾 這間真的差很遠 很棒 蝦很彈牙 有脆肉 瓜皮 也做得很好 豉油 鹹味不是很鹹 也不會像上次我去吃那間 那些豉油 噗噗噗噗噗噗 它也很適合來 所以這裡18.8元 我覺得真的很值得 很好吃 我吃完第一隻 已經有驚喜了 第二隻 再出來你看看 蝦 真的不知道說什麼 所以說 之前的龍寶我覺得差一點 我吃過幾間 都是一般 尤其是深水埗那間 我覺得很隨便 但是這間 我覺得它不是很隨便 雖然價錢可能會貴一點點 但是這裡的質素 就真的差很遠 這個是紅燒乳鴿一隻 配湯粉麵 我選擇了河粉 價值是38元 先說一下紅燒乳鴿主角 紅燒乳鴿做得很好 皮還是炸到有一點脆口 但你問它是否最脆的 就一定不是 咬下去也會有一點脆口的感覺 肉是結實 有乳鴿鴿的鮮味 另外在炸之前已經醃過 醃的味道都在皮上呈現了那種味道出來 你咬下去就已經有那種油香味 還有醃料味 做得非常之好 配備了一碟滑鹽和結汁 如果你覺得不夠味 就可以點滑鹽 或者用結汁來再提升味道的層次 說一下河粉 河粉也很大碗 份量很多 撒了一堆蔥在麵 湯底調了少少鹽的味道 是鹹鹹的 沒有其他燒臘味 或者其他味道再加上去 另外加了幾條菜心 我都吃了其中一塊葉 菜的味道是正常的 說一下河粉的質地 河粉的質地是軟和黏口的 有一點點像煲得久了 想用的感覺 但它的份量很多 配合起來也不是斷了 只不過吃起來的口感不是爽滑 它是滑 不過是接近梅的滑 剛才我給了我老公試了幾條 你有沒有這樣的感覺 有啊 其實說真的 酒樓九成的河粉 我覺得粉麵檔會比較好 始終有不同 它們拿的貨源 因為它不是主打做河粉 又或者它這些其實是炒河 也不是水河 真的不會是很滑 不會很好吃 因為酒樓不會分到有水河 炒河 總之有什麼就給你了 就隨隨便 看下來這種河粉 它都是偏厚 像我老公剛才說的那種炒河 另外它不是薄 不會透光 滑 就同樣好像水河一樣是滑 剛才那張單是可以選擇 河粉米粉和生麵 以往我老公叫我 一定不要選河粉 寧願選米粉或者奶粉 但可惜這裡沒有奶粉 我又想試一下 今次不要叫米粉 所以我就選擇了河粉 總之是這樣 我就聽她說不要選河粉 接著說說這個大豬愛細豬飯 寫著大大碟 不用吃兩碟 不用吃兩碟 我後再加下去 它真的寫著大大碟 46.8 當然又要加十幾 預算是50元左右 這個乳豬和燒肉 比深水埗的龍埔是好一點 乳豬當然一定是軟的 為什麼呢 你會看到那邊是縮了下去的 如果真的新鮮的乳豬斬出來 是很齊口 不會說縮了 即是它已經放了一輪 只是看著它 讓它不要太快冷 這些就是一些平時 外面的小流量 燒味的做法 你一看就知道了 其實不需要吃一看的樣子 你就知道了 另外燒肉 燒肉這裡是不錯的 它還有一些脆脆的 皮更脆 就不是很脆 所以我咬給你聽也沒用 聲音不是很突出 跟之前我吃的一些很脆很脆 我可以咬給你聽 這個飯也不錯 真的挺大碟 其實我已經盛了一些飯來吃 因為老婆還沒吃 只有我一個在這裡吃 吃一吃也挺好吃的 另外乳豬也一定會帶著一些脆骨 因為它有骨 燒肉也做得很好 不是全肥的 有半肥瘦 乳豬你一看 你見不見 它已經放進去 你看到的 不同的 這裡的肉是有味道 好吃的 不會說是木曬 完全沒有味道 不是說有些燒肉是什麼 死鹹死鹹 醃到過了 你蓋著它的死肉味 這些就不是 它真的有鮮肉味 所以它不需要蓋那麼多的味道 而且乳豬雖然是冷了 但是也很新鮮 不是說沒有味道 完全不好吃 所以這個飯的話 去到接近50元 在這裡來說 我現在覺得 都很貴 我接下來有一個煲仔菜 都是說60多元而已 你想想這碟飯也要50元 是不是很貴 但是那個味道 我覺得真的可以 說說這個鮮蝦腐皮卷 一碟就有三條 它都已經一開二 裡面的餡料有什麼 有紅蘿蔔絲 椰菜 小兩蝦 然後就包了腐皮來炸 這個腐皮一看就知道可以了 跟上次吃的那間 忘記了名字 是白色的腐皮 嚇死你 它面上好像撲粉一樣 我未見過這些腐皮 很難吃 所以也不要記了 這些名字 記來也無謂 這裡炸得不錯 為什麼 我覺得它的油 可能剛剛換過新 可能又或者新開張 其實它的氣味可能會好一點 不是說擠太多油在裡面 如果擠太多 有些油液味在這裡 我相信它的炸鑊 它也是那個 只是說油它換了 或者剛剛新換 是不是經常換 一定不會的 我可以回答你 可能我們剛好吃這次 它就換了鑊新的油去炸 這些一定是千年油來的 不用想的了 但是這個就很清新 很好味 不會說炸過濃 所以這次這個 很脆口 很好吃 值得來試 可以看 薄 太難吃了 這個 對方 Theo Heel 還有椒香味 蔥粒加進去也能吃到蔥粒味 也會增添它的香味 中間的魚肉質感 魚肉有少少輕微的彈牙 但它不太彈的 不像順德宮魚村的軍郎鯪鯉魚餅那種魚肉 它只是輕微彈牙 主要是靠煎的香味帶動了這個魚肉更加好吃 另外那個尖椒有大有小 反過來看看 它也有輕輕煎過 所以你看到那些巢皮紋就出來了 但本身它選這幾隻尖椒是一點都沒有辣味的 所以吃下去就有少少失望的感覺 好了 接著就是講一講這個優惠點心拼盤 它獨立一張紙出來18.81 供應時間是11點至2點 零加3元 由7至11 2至3供應18.8元 現在我們因為是11點至2點來 所以要加3元 首先不要看這東西 先看一看紙 不是說相片與食物不符 是否看一看 它應該有蝦餃燒麵牛肉 菜苗餃和叉燒麵 再看一看這邊 看到嗎 有一樣東西不同了 鯪魚肉賣 表面有一片臘腸 就將一塊牛肉換了兩塊這些東西 也算了 其實你說是不是賺了呢 以數量來說是賺了 味道來說 我不知道是不是賺了 接著再說一件事 先講一講燒麥 燒麥就真的很一般 為甚麼呢 大家都聽我說過很多燒麥 這個燒麥 我覺得它可能包錯了浸皮 它的感覺有點像吃牛肉 這麼紮實 不是有燒麥的肥豬肉 瘦肉在裏面 完全硬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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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些叫做掛羊頭賣狗肉 有些像 然後蝦餃 因為我叫了另一龍蝦餃 就不說了 另外就是這個叉燒麥 這個叉燒麥做得不錯 不會浸皮很乾 還有一些濕濕的 當然不是蒸到濕透那種 即不是很乾 黏厚的那種 我再說這個 這個就是那個鯪魚肉燒麥 用一個類似燒麥的做法 但裡面包著鯪魚肉 這個味道很一般 不是很突出 表面有臘腸 也算可以 有些芫荽混進去給大家看看 這片鯪魚肉燒麥很香 也是很好吃 另外就是我老婆說 這個菜苗餃 因為你知道 我對綠色的食材是一般的 由它演繹 這個菜苗餃會比較好 菜苗餃切開了一半 我吃了一半 主要的成分 裡面是菠菜切碎了 把蝦仁切成小顆 就包在菠菜裡 塞在餃子裡 包住了 皮本身比較軟 有少少軟 但不是煙硬 是軟 口薄也不錯 它也不太厚 菠菜醬做餡 已經有很多汁 很新鮮 但我又嫌疑它的汁 好像太多 蒸起來 餃皮底 比較濕潤 我覺得有少少想鬆散的感覺 但它又未至於做到鬆散 咬下去真的有很多汁液 另外我覺得這裏所有點心 暫時我蝦餃未吃 但全部有蝦的點心 暫時蝦仁都可以 有鮮味和彈性 不只是冷到死實實 都可以 正常來說 這些綠色的食物 我老公都不喜歡吃 馬蹄鮮蝦餃 3隻是17.8 名字寫著有馬蹄 我真的完全吃不到馬蹄 可能馬蹄是師傅的名字 他叫馬蹄 由他做出來 那就叫馬蹄鮮蝦餃王 我真的完全是馬蹄 這是馬師傅 師傅厲害 其實馬師傅做事不錯 蝦餃做出來是沒有爆皮 完全很好 皮不是很厚 不是很硬 當然我們現在擺動了 為何會爆皮 我就是想告訴你們 爆皮的原因 就是送菜那區送來 就有一張紙黏在皮上 黏著 慢慢來 慢慢撕 或者你不撕 放在這裡 我也覺得無所謂 等我慢慢撕 硬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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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是你說為何一間酒樓 到最後 任何一個步驟 只要做得不好 都會把整件事炒和 就算你的東西 再美麗 再好看 再好吃 我想問如果去到高級的地方 最後看到一件事是這樣的 你會否覺得 酒樓或酒店做得不好 你都會這樣說 但其實師傅很用心去做 最後只是被全菜弄成這樣 你會怎樣想 這些就是很細微的東西 令到大家對這件事會改觀 就是有這樣 我也不說太多這些東西 因為有時我也想 帶出一些訊息給大家 有時為何大家覺得 那些東西不好 我也明白 有時那些東西很好吃 但最後一步或某一個步 一有問題 令到整間店鋪便會窩窩 首先說說蝦 蝦很棒 有些像剛才蝦腸的蝦 我覺得它做得不錯 那它的調味也調得很好 這碟是士汁豆泡蒸排骨 價值14.8元 首先就要讚一下 排骨給的得夠多 我吃了3塊 我老公吃了1塊 現在這裡還有8塊 即是它已經超過了10塊 另外是墊底豆泡 豆泡有什麼好呢 豆泡就是把你蒸完排骨的 所有流出來的汁液 都會吸收到豆泡 豆泡除了軟 都會吸收到汁液 就更加好吃 又不像放了芋頭那些 所以吃下肚子 你會吃得不太飽飽滑滑滑的感覺 雖然豆泡本身的外皮 都是比較油膩 但吃下肚子就會覺得 沒有芋頭那麼滑滑的 另外它的排骨也選得很好 你看看 有肥有瘦 有骨位 有淨肉位 還有有些是帶了軟骨的地方 所以咬下去的口感是非常之好 不會說那麼寡那麼單調 它另外試汁那方面也做得很好 它的豆豉 是我見過這麼多間裡面 叫做稍微有捉爛過 或者弄爛過的地方 所以豆豉味就更加出 它輕輕落了一點點蒜蓉 再加了一些紅椒 所以味道醃起來很香 和味道調配得剛剛好 恰到好處 這碟排骨 除了選擇得漂亮之外 還有排骨的鮮肉味 整體來說的配合是非常好吃 這個是杞子不菇 精大魚肚滑雞 價值26.8 分量都比得夠多 中的本身很大 裡面的材料 墊底五六片雲耳 三塊糊頭 四塊魚肚 另外有四五塊有骨的滑雞 有些就弄了有皮 少少和脂肪 有些是純雞肉 就弄了一些骨 另外面頭再灑了三十幾粒杞子 說一下它的醃料 它的醃料都夠味 醃到所有材料都有味 除了剛剛忘記介紹的那個北菇 北菇就輕輕淡一點 但是本身它浸得來夠厚 有軟軟滑的效果 但是它就差少少葉味 它純粹咬到都有菇香味 魚肚就選了中間的貨色 不是最上性 也不是最下價 所以咬下去都很有口感 木頭比較爽身一點 就不是很粉綿那種 滑雞也像北菇蒸雞飯那種滑雞 都還有少少鮮味 但是沒有中央飯店的滑雞那麼好吃 就沒有 它輕輕是滑得來有少少鮮味 但是不是最鮮那種 杞子 面頭都已經是大甜的 但是它就所有材料醃起來 它的汁液滲在底部就不是太多 所以你看到線底的雲耳比較乾身一點 雲耳是爽脆的 它就不是軟滑那種 咬下去不會覺得很濕 是有少少乾 整體上來配合是合格 但是至於很好吃就不是 這鍋是涼瓜枝竹斑頭籃煲 價值65元 材料有炸了的枝竹 涼瓜 蒜子 豆豉 九王 薑片 紅辣椒 以及斑南 首先講一下它調配的汁 它的豉汁是真的搞得很好吃 因為它加了薑片 以及豆豉 豆豉都有弄爛過 所以味道已經出來了 調配了汁液之後 它再加了一些生抽老抽糖 然後用生粉碎 打了蜆 然後淋上斑南鍋裡 汁它真的調配得很好 另外斑南 走油才再燜這個鍋 它內脆 內圓 你看看肉 是仍然很雪白 裡面有很多汁液 不是乾燥燥 不是粗糙燥 變成它做到外面是脆的效果 還有一些黏的效果 因為斑南的皮 它是有些骨膠原的成分 咬下去是會有些軟滑 還有黏厚的感覺 咬了頭一層之後 裡面就是雪白的肉 它仍然是很濕潤 挺好吃 有魚味 涼瓜它也做得很好 雖然你看到不是很青綠 咬下去也還有少少爽口的感覺 還有這個涼瓜也還有少少苦味 不是完全沒有了味 枝粥炸了之後 再調配了一些汁 就變得很上味 國雅汁的技術都做得很好 所以整個鍋的菜 都能夠上色和味 最後那些配料多 你吃到那些 除了是它本身調配了市汁的味 配料的香味 都可以增添了食物的口感和層次 美人照鏡 食物都吃完了 待會就會講到最後總食評 這間龍寶 我覺得它挺不錯 包括食物的質素 也不會太差 當然位於位置之間 這裏就比較有少少硬 但是它中間是有一塊夾板夾開了 覺得它也挺不錯 另外我都問了 這裏輪椅是可以有升降機上來的 所以現在這間龍寶 我覺得這麼新正 和食物質素不差 其實網友、家人都行動不太方便 我覺得這間 其實來食物都可以 我覺得新開張 不是太多人 而且都頗舒服 這次我賣單價錢是$362 輪椅是可以上來的 它在進來登記那裏 旁邊有一部貨升降機 當然用貨升降機 我就會覺得可能會髒一點 有一個選擇可以上來 就不用用扶手電梯上去 因為扶手電梯上去 如果坐輪椅有兩層 我會覺得比較危險 這裏真的不錯 今天推介有什麼呢 我會說複皮卷 複皮卷 複皮卷挺好吃 不會炸得太過濃 又不會炸不夠 裏面的配料也十分好 挺好吃 另外就是 豉汁豆泡蒸排骨 這個排骨 價錢只是$14.8 它又不會太貴 所以我覺得真的挺好吃 最重要是這裏加13服務 服務費也只是$41.6 我都吃了$300多 只有$40多 我覺得都可接受 其實都吃了這麼多 接著到我老婆說說 看看有什麼推介 我今天的推介是 紅燒乳甲 千萬不要配粉麵 就$29.8 一隻 因為今天皮炸得夠脆 另外肉質夠結實 醃料的味道都夠 所以你吃到有魚甲的肉香味之外 還有醃料的味道都配合得很好 所以今天就是推介紅燒乳甲 一隻 它$29.8 不用等到下午茶 平時午市都應該有得 因為它是跟正價餐單 都看到有一個項目是$29.8 另外一個項目是 梁瓜枝竹斑頭腩煲 雖然它的煲是比較小 但我看到斑頭腩的質素和件數 都比得多 比有些茶餐廳或者酒家 告訴斑頭腩 但其實是給了龍利魚柳和廉魚柳 代替斑頭腩 因為在這裏吃到那些斑頭腩的皮 是很厚之餘 是有黏性的 好像有很多骨膠原的口感 有少少像我們平時買的龍躉皮 所以你吃到那種口感 你都知道它是一些漂亮的斑頭腩的肉 或者扔了皮的位置 所以我覺得它真的做得蠻好吃 除了肉質比較結實 還有豐厚 有魚肉的肉味之外 它連皮都很好吃 另外配料夠多 那個汁液都做得蠻好 打蜆又打得好 因為它本身原來煲底裡 除了我剛才說的材料之外 它還有很多蔥白在這裡 所以整鍋的配料和香味很突出 它掛汁又掛得蠻好 所以整體上是配合得很好吃 最欣賞就是它涼瓜都選得蠻好 還有一些苦味 所以真的值得一讚 喜歡看我的影片的話 訂閱讚好分享留言 謝謝大家支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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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